我最大最大就是亏欠父母 不能在他們身邊 其實算一算離家 也拐二十年了 從很小很小十來歲就離開家 然後一個人漂泊在外 其實我很害怕很害怕時間 因為時間一天天過 我很害怕父母 一天天老去 我也害怕我曾經離開他們 就一直沒有照顧他們 我感覺我這輩子都不會原諒自己 這也是我一個遺憾 因為那時候也許是家裡瞞著我 因為他們知道了我要有這個比賽 也知道是很殘忍的一個項目 他們首先是不敢告訴我 怕我出問題 因為他們太了解我的脾氣 所以說一直瞞著我沒有告訴我 有一天爸爸可能心裡太壓抑了 太難過了 然後給我打個電話就告訴我 說靜南你知道嗎 也沒有了 就說完這句話我自己在房間 然後我感覺自己好像哭死過去一樣 整個人就壞掉了 第二天我就給我的教練說 說完之後我教練問我要不要休息 我說我不要休息 我說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拿下比賽 我不管對方有多厲害 我要拿下比賽來祭奠我的爺爺 其實心裡面很難過 因為你像我談及到家人我就是真的是 我沒有什麼能夠說我熊英男在家這方面做得很好 我做得不好 因為我的姿子小寶熊勝哲他就是 其實我很想做一個很好很好的姑姑就是 包括他的成長我很想參與進來 就是很想陪他一起看著他怎樣 或者教他很多東西或者陪他玩一些東西或者怎樣 但是我沒有他的成長道路上沒有我 所以說我熊英男現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備戰 拿下比賽就是給他們一個更好的一個好的結果 你夠謝謝她 不認識你 看我們